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4日 星期日 普京最近一次露面 接見國防部長 邵伊古 跟以往不同 這次普京跟國防部長坐到很近面對面 可能 撞擾開始 聽不到說話 所以 只能夠 面對面坐 國防部長邵伊古 就這樣看 也沒有中毒跡象 也不是說 之前傳他被普京低毒的消息 應該就未必是真的 不過這次普京的表現 導致外界十分吃驚 當然吃驚的情況就是 弄太胸腫腫 而且 他很多小動作 可以證明 普京的身體狀況很差 極有理由相信 他有機會生感染 或是 弄太胸腫 面部浮腫 而且 他的手長旗 捉住抬角 可能就是柏金遜症的先兆 我們 詳細 跟大家 研究一下 他的身體狀況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演出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提醒大家 直播時間 星期二 晚上8點至11點 我們也是呼籲大家不要入錢 不要在那段時間付錢 因為那段時間付錢 其實 YouTube的食髓很深 我們現在 也是傾向大家用一個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盡量不用付錢 除非你的時間很寶貴 你每半小時幾十萬上落 沒有時間幫我們按 不要緊 你大把錢都可以給我們的私底下 這些我們是不會介意的 好了 今天說回 這個 普京和邵姨谷見面這件事 普京和邵姨谷見面這件事 21日透過電視轉播會議向國際 宣揚 但是兩個人的健康狀態 反而成為會議的焦點 在畫面之中 普京的面部和頸部都浮腫 這個就是有少少 駝背 就是 就是 略微縮住 整個人好像縮下 頭 有少少縮下 前傾在他的座椅上 右手 拿著桌子 右腳 碰面之間 事後官方 是剪刀過片 兩分多鐘的影片 普京的右手也掌握 甚至 用力到宣揚有點 發白 邵姨古 手拿著廣告 說的話就是 頓列慈克人民共和國已經解放馬立邦 馬利烏波爾 烏克蘭民族主義殘餘的黨羽 你在鋼鐵廠裏面 今天馬利烏波爾已經完全在俄軍和頓列慈克共和國的掌控之下 殘餘敵軍被完全封鎖 曾經做過烏克蘭政府顧問 俄羅斯政府的經濟顧問 他是一個瑞典的經濟學家 他認為根據影片的顯示 分析 普京和邵姨古 的情緒也是很差 而且健康的狀態也不好 邵姨古對著普京的講話 一定要照稿才能讀出來 口齒不清 他心臟病的講法可能是真的 而且坐得不太好 然後 另外一個美國的 德州理工大學肢體語言學家就說 比較起幾年前的觀察 普京的衰弱程度是令人吃驚的 身體強壯的總統不需要用手支撐著自己 也不需要擔心雙腳是不是踩在地上 他說這個不是健康的普京的模樣 而是一個越來越虛弱 幾乎沒有辦法在一張 桌上坐直的一個人 我們看到他的確是坐不直 他的頭也縮了 好像 好像整身 是沒有辦法停直一樣 既然停不直 他就只能夠靠著椅子 雙腳撐著地下 勉強圍住 這個 想要停直的身體 然後這隻手 懷疑是一個柏金順政的先兆 因為他的手長期震 也不可以讓鏡頭拍到 所以索性拿著桌子 而桌子 是用了很大的力度 估計 這個動作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防止手震讓鏡頭拍到 第二 就是他的身坐不直 腳撐著下面的下肢 雙手 一隻手就控制著自己 另一隻手 右手就捏著桌子 不讓自己震 不讓自己坐不直 推直自己的人 這個情況 我們有理由懷疑 普京有可能 感染癌 有可能 柏金順症 而且 他 極度心虛 好了 普京的面部和頸部總將 也有 另一個解釋 可能是接受這些類固醇的治療 他也 經常 有一個治療甲狀腺癌的名醫陪同 更加有人懷疑 穆斯科中央臨床醫院的醫生 曾經飛往普京最愛的黑海度假勝地 索蝕 30多次 跟普京會面 他是治療甲狀腺癌的權威 論文題目正正是 腦連甲狀腺癌症的診斷和手術治療特點 外界 潰營潰升 當日的天氣 也不好 他的腰也沒有坐直 回顧 報紙 回顧 這個月幾張坐姿的照片 有時坐得很直 有時就靠著 椅背 到了12日 當時的狀況好一點 他12日跟白俄總統 盧卡申科 會面的時候 就靠著桌子坐 有一些 情況 反而也算是正常 不過兩隻腳 一隻腳前一隻腳後 也是一個 固定的位置 可能防止自己坐不直 但是 當時沒有手震 也沒有 沒有 沒有一個靠著 即是 沒有一個支撐著自己的態勢 而這次 就是 很明顯一個支撐著自己的態勢 然後 再看看他12日跟 俄羅斯 太空總署 那個署長會面的時候 其實相對是 從容一點的 而4月5日 再看回他 他主持這個視像會議的時候 坐得十分直 以及 他的狀態 比現在好很多 而4月1日更加好 即是 看回他4月1日 至21日的整個演變 其實 他的身體狀態 是每況如下 每一次 他那個坐姿 都是越來越差 到了最後 他是要撐著自己才能夠坐得直 手一直拿著 其實 都可能是一種身體語言 身體語言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他很緊張 他很怕自己 在鏡頭前面 雖然有個剪接 但也不能夠太差 他在鏡頭面前的狀態 是長期握著 他是 那種焦慮 那種不安 情況 就好像 大家有沒有看過 自尊無償 陳玉蓮到了最後一局賭局的時候 譚詠麟 就找人射傷自己 騙他老婆去賭 然後 他就告訴老婆是偷雞的 不是童花筋 只是聊一聊 但是他就叫老婆把整副身家騷下去 然後對方不敢跟著 其實目的 就是使得老婆害怕 不斷做一些小動作出來 包括 繞腳繞了兩次 左右倒轉兩次 而且 很害怕 當然這個情況 是他在心虛的情況下表現出來 但是最後 同花想他贏了 這次普京的情況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想解釋 一個人 他在極度緊張的情況下 才要撐著 他身體狀況不可以 怕暴露出來 怕讓人知道 他現在 腰部開始坐不直 這些情況 我也試過 腰部閃傷的時候 你坐的時候 你一定要固定 因為動一動 你就會陣痛 你就會閃痛 很辛苦 你的表情會即時反映出來 所以 他一定要固定好自己 所以這次 他把一張椅子 拉到這麼近桌子 整個人 好像支撐著靠桌子和椅子的距離 撐起自己 兩隻腳 伸直 加上手 扶住 令那隻手固定到自己 穩定了自己的身體 這個狀況 真的十分之不好 他可能 熬不了很久 這個狀況 真的擺不得很久 那麼普京 是不是基於他的健康狀況 所以一定要打到底呢 其實也有可能 一個人 可能事人無多 他一定要打到底 但是他會不會扔核彈呢 由於 他對這個國家 他也認為 需要 負一些責任 尤其是俄羅斯人 如果他輕而扔核彈 很大機會 令到俄羅斯遭受核彈的報復 到時更加多俄羅斯人陪葬 所以 我認為他是不敢扔的 當然他也要評估 有沒有被腦點 那些核彈究竟用不可以 兆姨股的情況也一樣 可能剛剛病好 就不像中毒 如果他中毒的人 就不是這個樣子 看他的面色也不算很差 肯定中毒的機會就相當之小 反而心臟病 發的這個說法就比較像 口齒不清 心臟病之後 可能做了風了 他 距離椅子 坐了椅子的三分之一 好像當年江澤民的北京 看著這個老闆 雙手 擺在前面 好像在說謊 想辦法困老闆 老闆 不是這樣的 實際 身體預言 也暴露了這個小姨股 當然是腦點他的老闆 其中一個罪魁禍首之一 所以他十分之害怕 手上 戴著了一隻錶 也可能是膠錶 也不是甚麼名錶 告訴老闆 我不是貪污了很多錢的 特地露了一隻錶 只是普通東西來的 或者是膠錶來的 我實際不是貪污很多 只能夠在塞浦路斯買一些豪宅的遊艇 兩個人的對話 或者這個會面的畫面 其實 真的是令人覺得 他們一個事人無多 一個就覺得對方事人無多 好像臨終為言 那麼究竟我們分析得對不對 可能在幾個星期內 一兩個月內就可能會 見真章了 普京 我覺得他有很大機會有 柏金順病 這次時間 先說到這裏